欲欢迎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如今这个时代老龄化严重 很多年轻人都选择丁克不要孩子 甚至还有些人直接选择了不婚不育 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大 每个人都个性太强烈 结婚生孩子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大的压力 社会发展到这一步 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可是在六十年代里 不要孩子是非常少见的 不婚不育的更是屈指可数 那个年代是比较保守封建的 这种行为在那个年代属于异类 要遭受很多人异养的眼光 做出这个选择 比起现在养孩子的压力差不多 那么一辈子不婚不育的人 晚年过得凄惨了 一 不婚不育的人 晚年得看命 我的一个亲戚说 不结婚不生子 晚年有没有好下场 还是得看命 我就见过一位老头 以前家里穷 娶不上媳妇 到了晚年 也是没有老伴 没有儿女 但是听说他到了七十岁 看起来还很健康 无病无痛 能吃能睡 可有一天晚上 也不知什么原因 他倒在客厅 再也没有起来 第二天别人发现他的时候 他嘴角还带着笑 当然你可以说他命不好 没有家人及时发现他 但是一个人突然离世 没有痛苦 更没有被疾病缠过身 这样的人 即便无儿无女 我也觉得他的下场是好的 二 不婚不育的人 下场都是不好的 我的邻居说 不结婚不生孩子 下场都是不好的 他见过不少同龄孤寡老人 最后都活不久 下场凄惨 但是他现在虽然八十多岁了 眼睛也不好 腿脚也不利索 不过因为有儿女天生照顾 现在想吃什么 想去哪儿都很方便 如果他没有结婚 没生孩子 估计老了以后 也活不了这么久 所以人老了以后 想要有个好下场 最好还是早点找个伴 生个孩子 最起码老了以后 还能有人陪着说话 生病了 有人在身边伺候 三 不婚不育的人 关键看自己的感受 我听我朋友说 他大波这辈子 就没有结婚生子 在外人看来 他大波非常可怜 每年的大小节日 人家和家团圆 只有他一个人 孤零零的 但是他大波却说 一个人的日子 过久了也一样 没有儿女 日子乐得自由自在 年轻的时候 把该享受的都享受完了 老了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他大波还同情那些 一辈子只为儿女而活的人 因为觉得他们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还子女的债的 所以不结婚 不生孩子的人 晚年下场好不好 要看他自己的感受 如果他觉得自己的下场是好的 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 毕竟自己的感受才是重要的 四 不婚不育一样快乐 刘奶奶是小区里的名人 因为她一生不婚不育 但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很充实 一点都不像六十岁的人 像四十几岁的优雅女性 浑身上下有一股气质 比同龄人的状态好太多了 她一生未嫁 但一生都活得洒脱自由 充分享受了自己的人生 不像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从早到晚和儿媳妇相处不来 或是帮儿子女儿带孩子 这些事情都拖累了老人 让他们直到老年 都不能完全解放 不能轻松享有自己的老年生活 可是刘奶奶却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她每天都很开心 状态都很好 刘奶奶年轻的时候 出生于一个很贫困的家庭 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所以只能早早地出去打工 补贴家用 幸好刘奶奶人聪明好学 对待什么事情都很认真 所以她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一时之间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对象 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家里人打算给她找一个婆家 可在某天晚上 她被一个男人监污了 不知道男人是谁 所以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讨回公道 这件事情被村里人知道之后 一时之间谣言四起 她的名声彻底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 女人的清白很重要 没有结婚就失去了真结 只会被人看作是不真不详 所以村里男人 没有人愿意娶她 就连父母也开始嫌弃自己 刘奶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看透了这些人的嘴脸 她终于知道 这个世界上谁都靠不住 即便是父母 也有可能会伤害你 刘奶奶从此远走他乡 再也没有回来过 她很有能力 在三十岁那年 就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从此以后一心专注于事业 再也不想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她已经为养老做好了准备 所以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好 可反观她的那些朋友们 虽然嫁人生子 但老了还在负责全家的起居生活 每天都要给儿子 儿媳妇 老公做饭 还时常被嫌弃 因为老了没有经济来源 全靠儿子给钱 这样她在儿子儿媳面前抬不起头 她很羡慕刘奶奶在年老的时候 可以过得这么潇洒自由 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刘奶奶另外一个朋友 也是为自己的家操劳了大半生 中年时丈夫出轨 从此堕落不起 变成了一个怨妇 看着刘奶奶的状态 她的那位好朋友 经常会发出感慨 当初几位好友 只有你一个人 都觉得你孤单 可现在却只有你过得最好 早知道如此 不如单身 刘奶奶说 虽然当初不婚不育是被迫 可现在 她却很感谢自己当初的选择 因为很享受现在的状态 当下社会 人们可以有很多选择 不一定要结婚生子 才能让人羡慕 社区的吴叔 一辈子都没结婚 也没孩子 退休后就一个人生活 有一次聊天 我问我妈 吴叔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妈说 其实吴叔年轻的时候 喜欢过一个姑娘 两个人感情挺好的 都要谈婚论嫁了 结果姑娘家里 给介绍了个干部子弟 姑娘就背叛吴叔 和别人结婚了 这个打击 让吴叔很长一段时间 都走不出来 别人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 他看都不看一眼 是真的被伤透了心 那时候也有人劝吴叔 不管怎么样 也得找个伴 生个孩子 给自己养老吧 吴叔总是黑黑一笑说 一个人过习惯了 挺好的 吴叔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工作中 工作干得风生水起的 也获得了大家 对他的敬重 村里的孩子 见了吴叔 都会很亲切地打招呼 吴叔说 这些孩子 就跟自己孩子一样 我有这么多孩子 还生什么孩子呀 很多人都担心 吴叔老了之后 会很凄凉 事实并不是如此 吴叔退休后 业余生活很丰富 看年轻时候 喜欢的二胡 口琴等一些乐器 捡起来 自己没事 就在家里练 还常常去活动中心 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一天别提有多忙了 吴叔还报了老年大学 学习的尽头 不比学生娃娃差 身边的人都说他 老吴啊 这老了 怎么还上起学了呢 吴叔哈哈大笑说 活到老学到老啊 学习使人进步 还别说 吴叔上了大学之后 确实是比同龄人 接受新鲜事物要快 微信刚出来 他都玩得很溜了 吴叔还经常出去旅行 他说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那些担心吴叔的人 看了吴叔现在的生活 内心开始羡慕其吴叔了 那些和吴叔一样的同龄人 年轻的时候 奋斗挣钱给孩子们花 等孩子们长大成人了 都在远远的地方上班 压根指望不上 等到孩子结婚生子了 还得去带孙子 一辈子都是忙忙碌碌的 没有自己的生活 由此可见 一辈子不婚不遇的人 晚年一样过得快快乐乐 一样幸福无比 当然 这也并不是说 不婚不遇就有多好 人家结婚生孩子的 就有多不好 但是也不至于 到了晚年就会很凄凉 毕竟生活有很多种方式 他们只是选择了 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罢了 不过不凄凉 也必须是有前提条件的 首先你得有钱 这也是很重要的 有了经济实力 即便是没有儿女 也能够住养老院 生病什么的也有人照顾 其实很多有儿女的老人 一样也得去养老院 其次 一定要有一颗强大坚强的心 遇到什么事情 能够自己解决 不依靠别人 最后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 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身体不好 其他什么都不是 有了好的身体 才能够把自己的晚年生活 过得很充实 有意义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